歡迎收看 國光 最不孝的那個右腳龜哥 他又怎麼了 師傅 我每次都回到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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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孝的那個右腳龜哥 我看你幹什麼 你說你們這段情 是怎麼我的都知道 一片七心山來天落海 我每次死死靠離來 多才多餘的捧家俠 還有哪些精采的故事呢 趕快看看今天精采的國光 我問一個 那個問題 你那個皮康 真的是因為去歐皮康 才變這樣 你問什麼怪問題啊 我是真的是疑惑 那碰我是真的嗎 沒有... 像是因為 我媽媽 我生活是第四胎 所以就 第一胎會比較緊張 那就會 因為小時候 我媽媽那時候環境不好 吃比較壞 媽媽就吃比較好 到外面胎兒比較大 出生的時候就卡住 鄉下沒有那種可以吸的 醫生就這樣子 你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我還以為你講真的 遺傳 那真正讀那首歌 你們家都這樣畫 皮康 不要...不要表演 不要... 連大陸人都知道這個... 那個... 碰國的皮康大 開玩笑 這招牌啊 對啊 也是我在北京也是 聊...就聊到一個戲啊 家有先妻 對...你知道嗎 在內地是非常紅的 然後那個人就忽然想說 還有那個...那誰啊 那孫星 那個誰 彭恰恰啊 他鼻孔真大耶 鳳老 為什麼你寫歌的時候 都老是喜歡寫女人的事情 男人喜歡寫女人 那女人又給你很深刻的 什麼事情 女人從我... 我如果扮女裝的話 就像我阿嬤 是什麼 這麼像 像我媽媽的媽媽 為什麼呢 因為... 這是有一個典故 我阿嬤... 我阿嬤... 我媽媽這邊阿嬤 我阿嬤過世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成名了 不用那麼悲傷沒關係 那... 告別式要舉行的時候 就希望我能夠參加 然後... 我就邀六角龜柯花一起去 因為嘉義嘛 很遠 我們好像開車有點慢 那疑似就因為我們的遲到 而往後演 還可以演喔 到了時候 那個喪事現場跟喜事一樣 鳳姐再來啊... 鳳姐再來啊 然後許家中看到阿嬤的遺照 一直笑 然後我阿嬤的那種 那種鄉下人的那種 七十幾個還可以做禪 真的很好喔 我們很用的 我們說... 我們說是這樣 紅鍋車子這樣 四個月騎到那裡 來打電話 送你來我們家給我們 結果有一天他說 剛才是傻傻 我阿嬤就說 你不叫他先看 要來...米酒喝就好了 頭暈的喝米酒 吃完喝米酒 碰... 那個血管就爆掉了 腦衣血 然後... 我阿嬤這樣子 然後再看到我媽媽的這個... 我爸很小就離開我們 我媽一個人帶四個小孩 然後... 再看到阿姨們這樣 我對女人印象很深刻 就是各種各式各樣的女人 所以特別能夠看到那個女人 那個毅力的地方 毅力 對不對 比較了解女人感情細膩的地方 我喜歡探討這一部分 為什麼離不了婚 為什麼有人會離婚 沒有 害頭啊 我也要喝一下好了 會怎麼飽去 因為感情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碰...我可不可以請你 在裡面選一首歌現場 唱一段給我們聽 好啊 順風流血了 全新立作的 醃汁水粉 那為什麼要有醃汁水粉 醃汁水粉其實不是東西 我是用這個來形容女人 醃汁水粉 那為什麼叫第三者 這是形容第三者的心情 很多女生 不是他願意自己當第三者 也許對方的甜言蜜語 或某種氣氛情況之下 不管是被騙 或者是你知道 或者你心甘情願 都有他的無奈點在那邊 那第三者真的是幾分鐘 或幾天 這樣子而已 他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一旦陷入這個問題 就很麻煩 所以我把這個心情把它寫出來 所以我把這個心情把它寫出來 好痛喔 對 是真的有過第三者經驗 對 我 你不要打我 我看過很多 對吧 看過很多 朋友之間 他到底在等待什麼東西 對 時鐘 你要來 我就整個水水 你... 你那個時候你就去洗澡 你就抽菸 那我就臉帶微笑 你回去了之後 有人在家裡面等於回去吃晚飯 我就一個人就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個心情 這心情寫得真好 真好...真寫實 你現在聽話什麼意思 真的很寫實 真的很寫實 看你幹嘛抓下班 很寫實 因為... 講到重點我就很爽 真的很寫實啊 我以為幾個朋友 都有遇過這種狀況 其實在碰球的生命中 還有一個占很大的地位 就是棒球 對... 聊到棒球 我們就要跟碰球進個禮 一二三 開始 跟碰球就是不得了 碰球幾歲開始打棒球 國小棒球隊沒有選上 我就恨他 我就愛他 我就發誓要打 我有一天把你打回 打到死為止 然後有一天 我跟老婆吵架 吵得很兇 我老婆說 你不要出去啦 你不要讓你出去啦 你不要出去啦 出去出去啦 出去出去嘛 我回來了 我就知道 你喔 我拜託幾個很了解 第一 棒球 第二個 你的龍影 第三 妳的小孩 就是才有我啦 棒球是擺在地上 是喔 對啊 碰球對棒球一直很執著 而且像去年吧 去年中韓那個 碰球投得很辛苦 投八月三分之一局 對啊 投很辛苦 第二天從床上摔下來 投八局多 我們都在旁邊看啊 就看碰球一個人很嚴肅 他打球都很嚴肅 六千步 對 一隻頭都不下來 我在旁邊看 碰球明天這個手怎麼辦 這手 腳都怪斷了 對啊 因為我手一... 我第二天我表演給你看 我第二天 起床下去 是摔下去 摔下去 這隻腳就不能走路了 就這樣 進入更衣室 穿褲子的問題來了 怎麼辦 我根本就站了兩分鐘 思考 怎麼辦 很笨耶 做得就好啦 為什麼我想到了 錯著穿 碰的投球 他厲害在哪裡 講到棒球 投手 你投出去的球質要很重 不只是球數 球質要重 球質重的投手就是好投手 人家比較不容易打得越 對 打不出去嘛 對 就是附近 我看你比那個動作 知道你不會打棒球 比什麼動作 你剛剛比那個動作 這樣打什麼東西 你這樣在打什麼東西 棒球已經是這樣子打的 對 跟劍道一樣 就是這樣 對 對 表情要帶一點劍 對 而且要對齊對不對 對齊 要對齊 瞪那個投手 對 然後給他 給他奶 古巴你看 為什麼搶 明星沒有看 投手就怕了 對 沒錯 那日本又不一樣 日本喜歡拜神 一直拜啊 沒有 那你那時候舉 就是組一個明星棒球隊 哪一個球員最不認真 最不認真 幹嘛躲呢 你有跟我有同一隊過嗎 沒有 對啊 我們是敵對的 分裂之後 但是我在PONG的手上 打過一支安打 因為那球 球質太重了 我們拉不出去你知道嗎 然後感覺有點像 對 對 因為你是少數幾個 打出安打所以PONG都記得 我那時候還是第四棒 你看他們那隊有多弱 人生規劃很多區塊 棒球這塊我覺得 夠用的是因為 唯有兩場完全比賽的紀錄 真的喔 完全比賽 英文是完美的遊戲 我知道 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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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完全比賽 完全比賽就是 完全沒有讓對方安打 No 還有 沒有讓對方上壘 上壘 四壞球露接通通不行 叫做完全比賽 兩場 我覺得夠了 很爽喔 夠了喔 那現在就欠一個職棒的資歷嘛 對 我有一陣子聽說你要去投職棒 去年嘛 對啊 去年兄弟隊已經答應我要去 我已經去選秀了嘛 那沒事不曉得誰 報那個什麼鳥事件 對啊 然後就 結果球迷就反彈嘛 我就說 好吧 那我就 為了大局著想 不要 沒關係 但是我還是要去選秀 我還是去投 代表我有加入 我有尊重這個團體 那我現在在等待 美國大聯盟的回應 沒有開玩笑 沒有開玩笑 真的有人去接洽 我們台灣有一個五十歲的老人家 這麼愛棒球 你們願不願讓他圓夢 去穿一天的球服 上場投一個人次 那一定很爽喔 那球怎麼多呢 五六萬人次 對啊 有一陣子有這個消息 我知道 有 有這個消息 這個祝你一定要成功耶 現在還在等回應嘛 有 搞不好明年就會成形 真的喔 我們都要去 還去給你鼓掌 對… 太正了 那會是一個很溫暖的事情 對… 鳳哥 你說我們圈子裡 打棒球的人也不少 你覺得最難應付的打擊者是誰 藝人喔 霍正吉 對啊 他是真的很厲害是不是 他是榮公青棒球師 那難怪 現在眼力差了一點 但是唯一 所以所有明星球員 明星棒球隊 能夠打全能打 大概只有他一個 有一次去淡水比賽 他打了四次 兩隻全能打 兩隻二能打 把對方明打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厲害 是打阿丁 那最差的當然是 就是小歪 小歪 小歪 那麼矮 你知道那種 山的有靈的時候 所謂深遠的外野高飛球 高飛犧打 才能夠跑回來 對 他守二壘 打到二壘上空 他一接球跑回來 他都殺不死 他臂不但傳不到本來 還傳歪的 怎麼辦 對 歪哥有點守二壘守 對 歪哥是守二壘守 鳳 鳳我可不可以 在這邊跟你報名一下 我也想加入 你比個投手的姿勢 我看 投手的姿勢 投手 是要比出來是不是 這就你們把那邊當本那一版嘛 當本那一版 一 二 三 小剛來 小剛比 我手斷了 手斷了 比不關 還不錯 你當然可以 對啊 你們剛剛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是 從頭到尾眼睛要盯著補神的手頭 對 對 你一起來之後 這個腳啊 不能只這樣 要往後抬一點 這個腳要先彎下去 才要有那種 重力加速度 這才下去之後 不然怕不怕 那大家都傻了這樣 鳳我你帶球隊的時候 應該滿嚴厲的吧 還好 花滿多錢的就是 我不嚴厲啦 但是我花很多錢 好多... 國立派好了 他們那一隊 對... 什麼都是新的 球服 韓國的明星隊是要交錢的 交隊費 我們的球員是不用交錢 還有制服 還有球具 以前打球還有營養費 還有出賽費 不是 你養那種廢物 像馬國畢這種幹什麼 不只馬國畢是廢物啊 好多喔 我跟他比較熟比較好講 你知道那個九孔多好笑嗎 九孔 每次喜歡滑壘 滑壘之後一定是人下去 腳翹在上面 啪 然後 被人插一拖 你啪 手伸子還差一公尺才到你 就這樣喝 那個六腳歸咳更好笑 補手 補手 以前連環炮我投手他補手 然後他補手 他說 兩好球嘛 要比個變化球 變化球偶爾會落地 那你補手要擋球 對 不如這樣擋嘛 他就跑走 球都飛掉 他就彈彈 跟裁判很彈 他跑過來 兩好球盡量不要投變化球 你瘋了 那補手下投球不要投變化球 然後有一次很好玩 是補手上空的高飛球 有啪 麥克風 球掉下去 對方倒壘喔 對方倒壘 一般壘上沒有壘車 我們是這樣蹲嘛 壘上有壘我們是這樣子嘛 前後嘛 預備傳二壘嘛 那他跟我們講霍正錡 是可以蹲著傳二壘嘛 那許孝順是這樣子嘛 啪 接到球之後 那倒壘 他就這隻手一直比 球在這邊喔 用威脅的 球還在這邊 我發誓 我要講個都是真的 用威脅的 別吵... 你講... 再告訴我就好了 孟哥 我們學校有一個馮光榮你知道嗎 因為他那一次你在嗎 我在 他怎樣 我跟寧心... 倒到腿斷掉喔 我跟寧心... 我跟寧心在休息室裡面 就看他倒壘 也不是倒壘 對方捕手漏接 他就很輕鬆跑 差不多了 看他... 插壘包一步的時候 耍帥 你這樣上去不就好了嗎 他這邊... 一跳上去 一跳後面就... 過去看 那個韌帶斷掉 啊... 對... 沒有救護車 沒有 醫院就在旁邊 對 剛到星光醫院 後來轉到基隆醫院 他那樣怎麼會... 真的還斷掉 熱身不夠 然後以前不是跟前妻嗎 後來... 他們好像沒復合 他們喔 馬妞 沒有嘛 人家多好就不符合他 真是羨夢 真是... 這... 這馬妞呢 都會吵 不容狗 叫我們怡隆隆 都叫怡隆隆 上場啊 好啦 你什麼地方都不能守嘛 就守一壘嘛 對...他守一壘 好 劈腿 接球 啪... 球就掉 啪... 球就掉 什麼樣都殺不死 打擊更好笑 胡恩公能打擊 跟真的一樣 好球... 他夾六不變的 對 又有好球 你想想 這麼高有沒有 落空 我朋友說 你幹嘛打那個高球 不曉得 就出棒了 那神經病好球不打 我看一下球路 看妳個頭 看球路咧 你還看 以前那個叫阿咪 阿咪 阿咪... 阿咪... 以前是連環炮 後來當正經營的助理 對 以前有演出過 對 他手一壘 他有一個習慣性動作 手套一開一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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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遊擊手傳給他 到這邊他剛好合起來 真的 楊烈 本名楊松福 左撇子 第一次來練球的時候 你為什麼跑三壘 右手跑一壘 左手跑三壘 他們是不看棒球的啊 那個是太多了 彈學兵有沒有 彈學兵 不要摸 不要摸 一個禮拜後要比賽 正式比賽 砰 那個骨頭 砰 就這樣穿進去 上醫院 哭了 哭不是因為痛 他覺得他一個禮拜之後 不能上場 練了五個月 醫生 砰 我就叫他 可以啦 一個禮拜後保證你上場 讓他上場 他也哭了 感動 男人一直哭 你看到沒有 這手歪了沒有 歪了沒有 中間都沒有在蓋一個縫 這是為什麼 廈門的 廈門航空球隊來台灣比賽 跟明星隊對打 我守三壘 三壘界外小飛球 我這樣一個 球沒接到 這個插下去 這個歪這邊 唉唷 當場跑過來 叫做霍正旗 他就 咻 啪 扳回來 扳回來 回去休息室 沒事 該我打擊 打擊手套 你看他有點腫 那還鞍 還打二連打 換人 整個 插進冰桶 都來不及 回不來 唉唷 你打了球就 已經不管疼痛 直接把他搬回來 搬回來 搬到棒球在幹嘛 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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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的又來了 碰哥少許 少許 人家注意 像 比你年紀大一點的藝人 有誰打棒球 好像沒有 沒有 沒有 目前就我最大 而且又當投手 大概只有我 我們就希望說 碰哥你的夢能夠實現 就是明年能夠在大聯盟 到時候上去投一個人次 那我們一定會自己買票 到旁邊去為你加油 謝謝 我相信全台灣的人 也都會為你加油 希望給那麼一天 謝謝碰哥 謝謝 謝謝 根據調查 有75%的人認為 藝人的演藝生涯 如此短暫 所以當藝人 並不是個長久的工作 但是當藝人 演藝生命 真的會如此的短暫嗎 今天的國光幫幫忙 我們請到 傳奇藝人 林波胡錦來幫忙 讓他來告訴我們 演藝圈逆久不衰的原因喔 林姐 請坐 好 今天好高興喔 好厲害 終於可以看到你了 記得以前媽媽跟我講過 蘇寧那時候演完那個 梁山伯與住英台 到台北來啊 那個盛況真是空前耶 而且絕後 絕後不能講啦 對啊 空前是應該是 絕對是的 絕後不能講 真的 因為我想應該也沒有人 會再紅到像妳那麼厲害 沒有... 不是我紅耶 其實紅的是我們的... 我們那部電影 梁山伯與住英台這部電影的 是 並不是說我紅啊 我也只不過是沾光而已啊 沒有...你客氣了 是一個團體的作品 對 一直到現在 大家還津津樂道 可是我們那時候看是 才幾歲 對啊 很小 我看你們都沒出世吧 我還沒出世 你剛剛說二十年前 錯了 四十年 四十多年了 不是我演 是... 第一次回國是民國五十二 那就是1963的時候 1963的時候 我這部戲上演這樣 我們三個都還沒出生 還沒出生 可是那個時候 你們看到那個場面 你會不會很高興啊 當然是高興啦 而且也沒想到的 我就記得好像郵件那天 我一上了那個車以後呢 我就一直笑 那嘴巴我都沒空 讓我合攏起來這樣 因為我媽媽... 我媽媽現在提到 那個時候的生活 我媽媽到現在都還是 那個笑容還是擺在臉上 我還想到那個時候 多盛大 多受歡迎這樣 那個時候的確是 可以講說這部戲 給帶來大家很多那個 美好的回憶 當時也給帶來大家很多 那個快樂的時光 對不對 那就是我還在街上 看著那個是學生 看著波姐在車上 一個那個圍巾圍得 飄飄飄的白紗 我就傻掉了 那我就讀高中的時候 幹傻的 可是應該是第一次看到明星 對 我根本排很久耶 坐在那個排一直排到 差不多禁修女中那邊 我排到那邊 那時候沿街這樣子 對啊 馬路上都是人 那麼還有那個 每一個窗口啊 也都是人 都塞著人 電燈柱上呢 也站滿了人 那個車頂上頭呢 也站滿了人 那的確是 當時是很轟動的 真的... 作為一個演員呢 我覺得真的是 受到這樣的歡迎實在是... 很光榮 自己也很感動吧 不大...對喔 不大可能的事情 其實那個時候 戰亂剛結束來講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盛景 那還是戒嚴法 對啊 那個時候 大家生活還沒有那麼的... 富裕 對...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是第一次知道 台灣有這麼多人 所以基本上第一次走上街頭 是我們這個林波林傑 對 真正的 但那個完全是不一樣 對... 對... 對 用經典 經典 對不對 那時候演金瓶梅裡面的 潘金蓮 其實... 其實誰演這個角色 都會有爭議 對不對 那可必定 對 那可必定 不過是那個時代 比較保守一點 但這是比較敢拍的人 比較... 那時候我在接這個戲的時候 其實李漢翔導演一直遊說我 他說你要... 因為我去邵氏第一部是大軍訪 是 是那個小副理 他說要拍潘金蓮 我說這個戲我不敢拍 他說先給我一本書 我也看不懂很難 然後他又讓我說 替身部分我找人拍 你放心 然後這樣 那我就心裡想說 李漢翔這麼大的導演 他那時候在國聯公司那時候 我們小的時候在台灣 他多麼紅的大導演 他今天肯拍這個戲 他一定有他的那個 他都肯這樣拍 那我作為一個演員的 只是我們只是跟隨導演 他拍這種戲 當然是他也要尊重 那我想 他說妳就挑戰一下 其實這是描述一個女人 她的心理 就是她的得不到 得到妒忌 他說那個我會強調很多 幾個層次 但是我現在回頭去看 以前我的戲都是靜眼耶 我看很多人都偷偷看的 但是現在我看在電視上 就有放 對 現在... 通常我的戲都在演了 我說很奇怪 那我看一下 我就覺得李導演他是... 他在哪兒 但我覺得我為這個戲 付出滿大的 真的嗎 有一點 哪一方面 不是 我就覺得說 人家都是說 你演什麼東西 像什麼 以後你定了心以後 你永遠改不過來 而且那時候 你演了那麼多的 比如說比較 我們現在講艷辛的角色 那你會不會造成一些麻煩 那好像比如在街上 這個人是艷辛啊這樣 很多人都戴著 比較有色的眼睛看你 比如說比方說 我要結婚啦 人家也會睡... 那時候也在說我先... 所以說他有的時候 會無形的影響 還要陷入為主 你就覺得你是... 你是怎麼...怎麼樣 會有嗎 因為你是一個演員嘛 可是很多那個觀眾 他是直覺的 他到現在 他有時候常常覺得 你就是...你要是幹嘛... 他說你就是跟...怎麼樣 那麼我演梁山博是個男孩子 那麼我跟金翰結婚 不是人家會覺得 金翰娶了個男的嗎 梁柱剛演的時候 那個整個台北城 所有的那個唱片行 他都播的是這個梁柱哥 那就等於跟國歌不相上相 對不對 那林姐那時候來到... 這個我自己不敢講 但是當時來講的的確是... 對 我們這樣認為 的確是有這樣 因為你整個台北都放這個... 放這個戲的歌嘛 對不對 是那個時候 在台灣造成這麼大轟動 這麼多人來看您郵街 那這個消息傳回香港 香港人可能不... 沒辦法想像吧 後來香港不就寫了一篇東西嗎 他把我們台北形容成 為什麼呢 怎麼說 就是說這些人太過... 太過狂了嘛 太過瘋狂了嘛 對... 就是說歡迎的... 歡迎一個演員的這種程度 已經到嚇人了 不應該了這樣 太瘋狂了 所以他就把台北形容為 狂人城 那當時在香港 沒有造成這樣轟動 沒有這麼轟動 只是後來這個戲 在台北演了以後呢 在香港演... 再重演就... 就更... 所以黃梅調廣為 所謂的我們這個華人們知道 應該也是因為這部電影吧 開始是江山美人 台灣開始...黃梅調流行是 先開始是江山美人先 然後再來是瘋狂的是 這個達到極限 那請問一下這部電影 拍了多久的時間啊 整個製作 拍的時間不是很長 因為當時呢 國泰也有一部 梁山柏有注音台 還鬧雙包 對 他是那個李立華跟尤敏 這兩個大明星演的 尤敏 李立華跟尤敏你們曉得嗎 曉得 曉得喔 他們也真的是很大很大的 明星來的 你真的曉得 曉得都是從書上演的 你跟你們介紹電影的書看 你知道嗎 那麼因為鬧雙包嘛 是 那麼在鬧雙包的情形之下呢 那你就是有競爭的時候 就一定會更加把它拍好嘛 對不對 所以老闆呢 他也就不惜這個成本啊 其實我都覺得有一個很懷 因為那時候金馬獎是不是 不知道頒給他是男主角 還是女主角 這也是滿好的 我看我們沒有 從沒有一個人經過這樣 但是我第一次回國就是第... 好像是第一屆的金馬獎 那麼剛好我們兩組呢 也就參加 參加呢 樂地得了女主角 那麼我在戲裡頭 我演的是男的 我本身又是女的 那到底該給你什麼獎啊這樣 對...結果什麼獎 結果啊 好詞 好詞 你說吧 最佳演藝 最佳才藝 要別講 是不是只有那一屆 還好沒有從缺了 對 就是那一屆就給我 第一屆的那個獎 第一屆的金馬獎給我這麼一個獎 那還是有女主角獎跟男主角獎 沒有啊 他們沒有寫男... 男女主角另外有其人的 就是樂地得女的啦 男的好像是歐威吧這樣 歐威 歐威 那我呢就得了一個 最佳才藝特別獎 我也不曉得我有什麼才藝 沒有... 那胡姐是怎麼會開始唱 我從小學精細嘛 我媽媽日唱精細 那我就跟著學 可是呢 那個我的扮相呢 像外國人 就都摳的嘛 所以我常常去上電視 他們說 你像個法國人唱精細 然後我就學花旦 學花旦 李導演就在電視... 李漢翔導演 就在電視上看到我 那就讓我演 其實...其實他說 奇怪你那麼年輕 怎麼全國這麼大 所以我就不能演那個小旦 年輕人 所以他就專門找那種 什麼寡婦啦 什麼那種... 然後... 人家... 人家十幾歲就叫我演那個 然後他就說 你一個眼神或怎麼樣 因為我是學花旦 你總是那個亮相那種 他總是要讓你 視線往這裡過來一點這樣子 所以你就很容易說人家說 你的眼睛怎麼樣 其實主要是花旦那邊來的嘛 可是那也是妹啊 一種妹 對啊 小旦全國也很高啊 演花旦 對啊 那我就不能演花旦 你... 不是因為全國太扯了 好 閉嘴 那請問一下 那時候台灣已經這麼瘋狂啊 那有沒有一些什麼影迷啊 做一些什麼事情 讓你覺得很驚訝 比如說亂送東西啊之類的 太過瘋狂了 當時來講呢 可以說驚訝的事情就是 太多太多了 講不完呢 真的 因為你要曉得 我當時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麼多人喜歡你 這麼瘋狂 那你說 怎麼會沒有一些瘋狂的動作呢 是... 一定有的很多很多 很多女生想 真的有那種瘋狂的女影迷 有... 要嫁給你喔 我們香港的一些影迷 都在十幾歲那個時候 他說姊姊... 他叫我姊姊 他說姊姊 我們大了以後都要嫁給你 那整個...整個這個 所謂的黃梅調年代 總共持續了多少時間 持續了有多少 後面跟進滿多 一直到什麼包青天 什麼都有 中間有很多 就是影響是 一直這樣影響下去 對啊 很多 後來... 嚴峻拍了滿多部 這種黃梅調的工的 梁住以後就... 光是我自己公司就... 一路都給我開這一類型的 反串啦 黃梅調的電影 紅樓夢 結果後來拍... 拍到爛為止 對 演藝圈都是搞的 雲若姐 我聽說啦 有人送你最貴重的禮物 就是影迷 是一個皇冠 有... 聽說啦 有人送你最貴重的禮物 就是影迷 是一個皇冠 有... 有 這是那個... 叫什麼 福建同鄉會 一些他們弄一個皇冠送給我 那麼上頭 它是用黃金... 黃金打出來的 純金打出來 純金 當然純金 那麼其實我收到的禮物呢 這個皇冠是最大件的啦 那麼其他還有很多很多 那最貴重喔 那個什麼金牌啊 桌子啊 鍊子啊 的的確確很多很多這樣的 真的發財了 有沒有收過我們那個拍戲啊 我們拍戲 古代不是有那種常常銀元寶 金元寶 那沒有 他們送的都是黃金這樣 黃金啊 黃金啊 你不要亂講啊 這是我好奇啊 金元寶 我好奇啊 我真的送大羊 我有耶 我真的有耶 真的有 謝大羊 大羊啊 那種 我現在家裡有四個 對... 是真的耶 就是這種啊 之前嗎 這個 這個... 之前... 我有啊 我把它放在保險箱裡頭 放出來喔 不要給人家看 不要給人家看 送點...送點過來 你們不問我 我也不知道他的... 我看我跟他打牌 就把你輸回來 我就放在保險箱裡頭 那麼當時來講 的確收大家太多太多的禮物 真的是 保險箱應該很大吧 沒有啦 因為我後來到這個... 到國外啦 所以那個保險箱也不能太大 所以我把它壓下去 因為它是黃金的嘛 很軟的 把它弄小一點這樣 我以為你可以把圓大頭壓對著 不會 那個不是 那個不能壓 那個還加一個個的 那很硬耶 那個 一吹這樣 我有問題啊 拍戲有這樣子喔 對 我有一個問題滿好奇的就是 剛才胡錦 胡姐 您說 那個時候那個林波大姐 在遊街的時候 妳有看到 那個時候妳還是學生嗎 對啊 那林波大姐 對妳的這個演藝事業 有沒有一點點影響啊 就是看到她以後想說 我以後也要變成 像林波一樣這麼紅的 我倒沒有這樣 因為我媽媽她是唱平劇的嘛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想 怎麼樣我才能夠唱到那個 唱...上台去唱戲 那我老跟她唱花二代 她老唱那個胡椒狼 我心想什麼時候 我能夠唱過你 後來我就去拍戲的時候 我再也不唱戲了 我媽叫我回來唱 我不唱 我在那個時候另外走一條路 她氣死了 妳覺得唱金劇太苦嗎 我覺得太苦 我覺得學了那麼多 累得那麼多 然後練嗓子練 對我後來演戲 並沒有什麼 對我拍電影 還要修飾很多 因為我們常常有一些動作 那時候導演還要修飾很多 因為老有那個那種... 太舞台的那種東西 對 時裝戲用不著 古裝戲你就用得著 就厲害了 你看 古裝戲的時候 對啊 你看你演那個什麼 可是我拍電影都去床啊 用不到那些東西 假如你不是 你不是小時候學過的話 你怎麼用啊 那個手帕怎麼耍呢 對不對 什麼丟來丟去的這樣 其實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說 練平劇有多累啊 就講我們學校 好 那個時候小班 每天早上大概五點多嘛 就吊嗓子了嘛 吊完嗓子就練功 我很後悔啊 我沒有學過啊 不過現在就是說 有用到 就是這次舞台劇 因為波姐有四十年 她是以前是電影 現在把它呈現在舞台上呢 那她選我 真是我也很開心 但是別的很多人都說 你怎麼找個潘經理來演這個 然後還那個... 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後來我就... 很多人她說 對 她就說 她是個演員 她應該演好 妳不知道 頭一場演 剛開始演 妳真的會很害怕 因為有壓力啦 觀眾也不知道 用什麼眼光去看妳或幹嘛 而且妳在舞台上 還真的也要修飾 妳不能有習慣的那種 平均的那種 因為他們都很生活 我跟張福建的兩個人 都修調很多 修調那個大...大...大唱那些東西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也是一樣 一直在改 一直在學 一直在舞台上在摸索 我覺得這次演這個梁柱的舞台 也給我很多的這個... 吸收了很多東西 真好 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們永遠一輩子也沒有機會 去演那個 如果梁柱給妳演這部戲 妳想演哪一個角色 垮掉了啊 我就演那個什麼大牛子的耶 哪有大牛啊 四角... 四角... 做節目認真一點好不好 我覺得還沒生啊 等一下 答案要叫我媽來訪問 我媽表演 我們都還小 我看你們的那個訪問把我笑死 小的時候在... 你們在學的時候還真皮耶 有的時候真的皮啊 我看電視的時候 我還真皮耶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的就是 林姊跟那個胡姊 又再度把這個戲帶來我們 謝謝 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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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十一點鐘以後 讓我們聽聽三個臭男生的 好細撒 真好啊 跨國情侶一個在台灣一個在美國 愛情長跑五年 終於修成正果結尾連禮 你看看 多淒美的愛情故事啊 不錯 真的是美事一樁 是嗎 沒錯啦 這個有結婚當然是一個好事 但是你怎麼知道有沒有什麼內幕 是報紙沒登出來的 你這個人怎麼那麼壞心眼呢 見不得別人好啊 不是我壞心眼嘛 你想想看 大家距離那麼遠 對不對 彼此又看不到對方 誰知道他們又背著對方偷吃啊 對不對 也不能怪好帥這樣想 遠距離的戀愛真的是很難談 這中間難保不會有什麼 插槍走火的事情發生 你懂嗎 所以嘛 這種遠距離的戀愛啊 彼此互相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對不對 真的嗎 好 那我問你 怎麼樣才算遠距離的戀愛 台北高雄這樣算不算 算吧 算 我跟你講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一顆心 如果兩顆心都在一起 台北非洲都不算遠 但是如果戀愛的情緒疲倦了 東區西門町永遠都走不到 可是我當兵的時候有沒有 剛開始我也覺得 我跟我馬子的心是連在一起 但是沒多久耶 大家就漸行漸遠 然後呢 我就被兵變掉了 才幾天的時間啊 所以啊 從此我再也不相信什麼 遠距離的戀愛 對 正所謂的 距離拉長時間 時間加深思念 你在思念的時候 就算打再多的電話 寫再多的信 也解決不了 愛情的那股思念 那剛剛說了一堆 不等於白說了嘛 編劇寫的啦 我能怎麼辦 哈囉 有鬼啊 我哪在說話 你才是醜八怪啊 黃東 黃東出來 把錢推給我 你要找方東幹什麼 我才剛搬來的 你這樣不歡迎新的鄰居 Come on 我新搬來的 我們大家來聊一下天啊 Lady 你長這樣子 我們很難talking的 你看嘛 你這樣子太沒禮貌囉 我這樣子一副很HIPPOP的樣子 一看就知道 I'm coming from America OK 你是從美國回來的啊 太好了 我們正在聊啊 遠距離的戀愛 你可以給我們一點意見嗎 氣管言 對 還是你這個愛跟掛起來 OK 我就為了你 勉強留下來陪你們聊一下 好啦 我來問好了 如果 Hey 又鬼 Do you have boyfriend? 當然 我還有一個 Black boyfriend Oh Black boyfriend Yes Oh 那我請問你喔 你這樣回台灣 你會不會擔心你那個Black boyfriend 在美國偷吃啊 當然不是 OK 我們是很恩愛的 你不要亂講 可是 譬如說現在你人在這裡 但是你又非常想念你的Black darling 這個時候 你怎麼辦 很簡單 我可以用這個網路 網路有很多的一些聯絡的方法 譬如說MSN 或者是電郵 OK 萬一你或者他想要那個的時候怎麼辦 Oops 你說哪一發 呃 就是那個 愛的一發嘛 哈哈 啊 你說那一發啊 很簡單 我們可以用這個視訊 就是網路鏡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對方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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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趕快去打電話給你那個 美國的Black boyfriend 朋友 哦 是白馬的啊 你的E-mail 啊 我電腦剛剛爆炸 好 好 沒關係 我先去睡覺 不跟你聊了 See you 嘿 See you So long 我現在馬上去殺房東 我得想得一半 要不然啊 我女兒見到她 一定會晚上做噩夢 男人5543 5566 大翻串 馬上來看看徐孟哲的扁裝片吧 男人5543 5566 大翻串 馬上來看看徐孟哲的扁裝片吧 看的是一個ABC 先生我真的想現在這些道具 集中又下垂 不要啦 先取啊也不能播啊 你是自己想要看爽的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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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了 你在說什麼 你才是醜八怪啊 嚇到 嚇到 演一段曖昧 曖昧一段 等一下我根本想幾個 沒有 女兒 老公 可以看電影嗎 可以嗎 哈哈哈哈 怎麼 奇怪 好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 帶你去看電影了 刻意嗎 刻意刻意 最近恐怖變拍的不好 一點都不恐怖 不管嗎 哈哈哈哈哈哈 咬下去 好想不到 剛剛的特色 每次都走 好好在不小心 買一炭 馬上